好 天气热很多人会喝冰饮降温 但是如果您喝完了饮料之后 还想吃冰块要小心咯 这可能透露出身体缺铁的警讯 有妇产科的医生指出 在临床上碰过了几位因为经血量大 而贫血的女生都有喜欢吃冰块的习惯 在美国还有日本也都有相关的文献 通常给予铁剂治疗之后 吃病的症状也随之改善 天气热来杯饮料无冰不欢 但您喝完饮料之后也会忍不住 想要把饮料里面的冰块全吃掉吗 小心可能是生病了 有可能就是点一杯然后只吃冰块 就把饮料喝完然后就是狂嗑冰块 有人越嚼越顺口 殊不知这样爱嚼湿冰块 原因就是身体缺铁 妇产科医师表示缺铁性贫血 容易引起义食症 让人忍不住想吃一些非食物的物品 这是缺那个矿物质 除了缺铅 缺钙 缺铁 那身体会有这种让你想吃东西 那你又没有 他只有水 手头就喝水很难过了 那有的人就找有硬的东西在吃 妇产科医师指出 遇过几位因筋鞋量大而平鞋的女生 都有爱嚼湿冰块的习惯 但大多都未就医 除了就诊 医师也建议 日常生活也能多吃青菜 鱼肉补充矿物质 或是食用富含铁剂的维他命 你只要治疗好了 吃补血的药 应该这个就不会有问题 如果喜欢嚼死一些东西 那吃一些口香糖 无糖口香糖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如果是嚼口香糖 嚼酒的话 脑部的血液循环会增加 你会变得比较聪明 不经意的小举动 恐怕是身体紧炫 要多加留意 记者夏天全饶永中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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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